必中的报恩 就让我想到日本有个故事 叫白鹤的报恩 有人在路边救了一只白鹤 晚上突然有一个美女现身 所以呢可能是这个陈明文 他过去怎么样 他也救了一个人 晚上突然来一个美女 结果这个美女说 不好意思 就是你其实没有洗钱啦 这个就叫做必中的报恩 那么很多大陆的朋友 在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真的完全都笑出来 因为如果在大陆发生这件事情 纪委早就出动 请陈明文出来喝茶 一定要把300万的来龙去脉 交代得清清楚楚 而现在我们对陈明文 问他的这些问题 并没有因为他是民进党的官员 而给予他特别的高标准 问他有没有洗钱 有没有财忍不明 有没有生报不实 有没有逃漏税 赠予税 这些问题 任何一个从政的人 或民意代表 乃至一般的伸斗小民 都必须要面临到这些问题 因为这是一般基本法律的检验 但是陈明文他一样可以逃避 避而不达 避重就轻 好了 那么看样子 可能要请汉东省的侯亮平 来好好的查一查了 在这整件事情之后 哈利波特 他从此就叫做 明文波特 明文波特的第一集 叫做神秘的行李箱 第二集叫消失的三百万 第三集阿兹卡班的明文 第四集洗钱的考验 好了 这完全可以出一篇 长篇系列小说了 而其中最夸张的是 我在里面看到了 官官相互 同臂为奸 因为调查单位的上级 法务部长陈碧 蔡碧仲都自己出来讲 哎呀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那么你的下级单位 谁还敢动 谁还敢办 谁还敢调查呢 而且他还讲说 哎呀反正大家都规避啊 那大家都能闯红灯 就代表大家都可以闯红灯吗 很明显是有问题的 而你身为洗钱防治中心 上级的主管长官 你竟然公然的宣导 甚至是教育大家 如何洗钱 当媒体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蔡碧仲现在连一句 哎呀虽然合法 但社会观感不佳 这种最基本跟一般的话 他都没有说出来 后来才知道 哦原来他就是以前 陈明文的辩护律师 是陈明文的好麻吉 那这表示什么呢 这就表示说 哎呀民进党他上台之后 整体是沆瀣一气的 过去哎呀我现在任命 游淑慧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 所以我任命游淑慧是法务部长 未来呢你看哪个人敢办我 不行啊 因为他是我好朋友嘛 那万一真的有法官不适项 来办我怎么办呢 我就任命洪孟凯 为那个监察院的 他就专门办那些打绿 打蓝不打绿的那些法官 是吧 所以呢法务部监察院 甚至所有的司法单位 通通都在民进党的一人 一党的掌握之中 所以我们不是看到 陈明文三百万 跟看到蔡碧仲 他护航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人 而是民进党透过人事的任命 全权的把整个政府体系当做他自己的家 是怎么样呢 是沆瀣一气 狼狈为奸 一秋之河 把衙门当做你家大门 把朝廷当做你家门庭 大家想看 国民党时期 马一九有发生过这种事情吗 更何况今天陈明文最严重 就是你存款之后 两百四十万 哪里来的三百万 就像九品芝麻官当中讲的 你今年只进了半斤的披霜 哪里来的一斤披霜 可以卖给人家 所以简而言之 这不仅仅只是这两个人的问题 这是整个民进党体系 任用亲信 沆瀣一气的问题 所以明年最大的目标 下架民进党